你是谁啊 我是爱了你一生一世的岂山 你是谁啊 眼里啊 你为什么这么残酷 去嫁给老女 叫我其他 现在你变成这样 没人管你 可是现在这 这残酷的现实 你要我怎么对待 我爱过你 我也恨过你 可我现在心疼你 你告诉我 我怎样面对这件事 怎样面对你 你谢谢 我是乔启山 乔启山 你不要用这份眼光看着我 我告诉你 是你自己害了自己 你懂吗 你忘了你是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你怎么能撑得起 洪州集团这么大一片天 我曾经想帮助过你 你拒绝了 我爱你 你也拒绝了 可到现在 你居然认不出我了 但是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 我通过你的眼神 我看得出来 你需要我是吗 此时此刻 我的心都会碎了 你放心 你是谁 我是乔启山 乔启山 你不认识吗 不键 不不不 严厉 不怕 咱不怕 啊 真的 我以为你 那样的 你以为上 嗯 不 这个太感谢你了 什么时候寄过来 还有就是你上次 教我的那个按摩方法 我已经给老爷子试过了 特别婉怨我觉得 你放心 只要老爷子能站起来 我一定重谢你 就这样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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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这 这怎么开心啊 干嘛呢 乔总 吓死我了 老爷子怎么能站起来呢 你说我那么开心吗 我有特小药 您现实点行吗 有这么神奇的药吧 老爷子在轮运上 躺了大半辈子了 可能嘛 所以说你这人 见识上怎么了 就不可能呢 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多了 可能的事更多 首先我这个朋友很靠谱 就是一种很神奇的药 我跟你说你也不懂 我还从他那儿学了一套 专门配合吃这个药的 按摩的手法 这个你知道吧 我给老爷子 按摩好几次了 那效果非常好 这就可以证明 我这朋友是靠谱的呀 不管怎么样 这个药是一定会成功的 我一定要亲眼看见 老爷子站起来 而且我也一定会看见 他站起来 她突然干什么 乔总 咱们先甭管 不要到最后 聊笑怎么样 你有这份消息 太棒了 不是我吧 是 Barry floating 等你 我怎么了 你 συν 你父母啊 我 看一摔 arch 喂 抬得没有 你们的这篇稿子我都看了 可是今天的版面实在没有地方了 这稿子必须上 您那软广告的东西 还是放其他版面上吧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我凭良心说话 我不讲良心是吗 唐总 唐不是那个意思 您知道的 是啊 你看看你带出来的好徒弟 我怎么了 嗯 唐 年纪比生气 你说得都对 唐她不是年纪小吗 所以想问题不想得没那么周全 你可是沈涵 沈涛 这个版面今天实在是没地方了 要不 您看看照片 好吧 就这张吧 找得还不错 谢谢头儿 那后续的报道 我们俩会跟进呢 伊川 吗 小孩 年纪小子 真的不知道 怎么不出事 哈哈哈 撑进来 小心 忍心 快就 JOHN 我这还不跟你学的 要不是你告诉我 你当初跟参加工作的时候 你有什么事 就一个人跑到这天台上待着 我也不会知道 这儿的景色这么好 你说你怎么谢我 把这么好的地方免费送给你 安静 刚才的事谢谢你 真的也是 从来就没有跟头儿顶过嘴 这次是为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 那个男孩的事 我始终心里愧疚 如果当时我能耐心着 他也不会撞到车上 差点把命都给丢了 我知道我刚才没控制好自己 其实汤总也挺不容易的 我不该那样对他 臭小子 有这个态度最好 今天的事就在前面解决 不要把遗憾留在每一天 小方 你这愣什么事 赶紧干活 快 想什么呢你 妈 你说哥什么时候能回来 小方 妈 哥 哥你回来了 妈 哥回来了 妈 哥回来了 妈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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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都把妈吓死了 以后啊 千万别惹是生非了 妈可竟说不起了 儿子听话呢 妈 这事不怪我 都怪那李小霍 是她嫌欺负人 我才打她的 再惹不起可躲得起呀 你知道吗 妈真不怪我 是她嫌欺负人的 不信你去问问网吧的人 都知道 我问什么网吧的人呢 你没有错 你怎么进去的 妈 你不怪我 我就是不能让她们欺负 什么才爱欺负 我跟你说 以后你也原理她们 知道吗 我没错 真不怪我妈 你这孩子 我让你不听话 我打 我没错 妈 你怎么想打你 你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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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孩子 我打死你 妈你别再打磕了 磕 磕 你知道妈这段时间 有多担心你吗 你赶快跟妈承认错误 哥 小儿子错了 儿子有代夫让人问 你别哭了行吗 妈 小儿子错了 你别哭了 儿子 妈 妈不能没人疑了 儿子 她疼了吗 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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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的病 有希望吗 我真抱歉 这种疾病 不容易治疗 医生 你再想想办法吧 可能她能帮助她 我们半岭温泉 名门医疗中心 虽然是私立医院的 但是我们医疗条件 是非常好的 我们有医学博士 医学硕士 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我相信 我们半岭温泉 名门医疗中心 一定会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支持 院长 拆天班那边出问题了 需要您去处理一下 好 我知道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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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意思啊 什么情况啊 院长 我还好 我还好 拿下 陈前队长都对他没事 我真来得不想啊 这 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斯蒂文 我看见影片了 暴风雪公司同意了 谢谢你帮我这么大的忙 丽莎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让伯母多做几顿鱼 犒劳犒劳我就行了 斯蒂文 我妈 丽莎 丽莎 你怎么哭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伯母出什么事了吗 我妈生病了 走 事故上 伯母出品 你怎么哭了 起来 absolument 这怎么回事 有没有 这边 有的人 来 林叔 天爷 我爸呢 还生着气呢 还没还过劲来呢 老子 我给他拿了点点心 热一下 好 里边还有你的零绒包 你还吓着我 专门给你买的 行行行 太客气了 热一下啊 爸 脸色这么难看 走 带你溜溜帮去 不用 你坐下 行 你坐下 好吧 看看这个 你看这个陈静 搬起事来拖延一带水 成事不足 白事有余 爸 您除了市中心那块地产的项目 跟他有合作以外 其他的 还跟他有什么合作吗 没有啊 那就太好了 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了 您看 不就那块地吗 咱们也投了不少钱 对吧 既然投了很多钱 为什么我们不找一个 专业的房地产人员 来开发这个项目呢 至于陈静 没问题 给他一个所谓的 高端服务管理的主管 足够了 陈静没这个能力 为什么让他管理整个项目 这不是因为 你爸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 也禁不起他那个死缠硬膜 再说了 你爸这条腿啊 这么多年也是他在医治嘛 人情 又是人情难缺 爸也太善良 但是我不得不说 从我们管理学的角度上来讲 这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 可是临阵换将 也是兵家大计 事已经出了 咱不能不管 他要是处理不好这件事 直接影响我们的收益 儿子 替爸跑一趟 把这事给他处理好 好啊 怎么样 在公司上班 还算顺利吧 挺好的 每一步都 按部就班的在进行 那就好 只是你不要现的机会 也是咱们 改超换代更换血液的时候 没人给你做对吧 没人给你做对吧 都很支持我 丽莎 多少你要吃一点东西啊 这么多事 不然你会坚持不下去的 昨天晚上 我梦见董事长 他康复了 有时候 他要真想 我还能不能用 さあ 来 他会让我找到我们的 是 我在这位 我的招待 我觉得最后 现在会担心 他 跟我说 š行 还能够死 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我总觉得 他是想告诉我什么 很有可能 真希望董事长 能够尽快康复 乔总 李斯特和梅里斯大夫 昨晚已经回到柏林去了 我知道 他们说这个病很难治愈 不管我不好 我没有照顾好他 我怎么就没有意识到他会失忆呢 已经这样了 就别自责了 你要去面对 公司还需要你去打理 丽莎 坚强些 都签名了 好极了 好极了 好 你辛苦了啊 好 好 就这样 太好了 这回车前后不会再闹事了 工程可以如期进行 陈院长 你说 其实我 不必来这儿躺 你也知道我在宋州的事特别的多 我也特别忙 每天我也不是个闲人 带着我爸 非让我挨他 他不放心 因为他很关注这个项目 他特别不想听到任何的负面消息 你懂他 我跟他一样的男人的喝酒 谢谢乔先生 行了 那没事 我们走了 喝点茶呀 还有一件事 你认识董事长的民属相担姐吗 认识 他一直跟随在周董身边 很忠心的 周董失忆之前 他还陪他去院子里又玩了 怎么了 没事 再见 坐好 读送了 听着 把城中村办公室外边闹事的人 都给打扫了 你懂的 没事 我想着急 你多说 这道是 这道对 这道是 舌头 对 这道是 你是 好 好 喜欢这里吗 喜欢 怕你不喜欢城市 特意为你选了这片 远离喧嚣千军难行的宁静 你留恋草原 不就是喜欢草原的 空旷和安静 而这里就是一片 远离名利 与世无争的净土 从今天起 我们两个 就生活在这片好山好雪之中 这里只有你和我 和我们的爱情 树桃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你为我离开了草原 离开了舞台 甚至放弃了追求多年的 歌后梦想 和你付出的相比 我这又算什么 你才是我最大的梦想 只要和你在一起 做什么都值得 以后我们两个 就生活在这里 书头 我等了你这么多年 却等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我不能在外人面前亲自送你 只能在这儿送你一程 如果有来世 我们不要再离开草原 就在生我养我的地方 相亲相爱 结婚生 相伴一生 再也不分开 你为你 书头 你还会想起来 都不错了 书头 保护 我保护 你安心地走 书头 你安心地走 你安心地走 书头 这是他发来的信息 让他搬回来 主吴他拒绝 给他请了个 世界顶级的医生 白虐个轰走 现在自己搞不明白 又来问我 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周延一点恢复不了 他脱不了干系 可不是吗 他要再来电话 就是我不管 阿宇啊 你在那儿呢 来来来 这小子回来了 过来 过来 我刚刚看你们聊天 聊得特别投入 我就不想打扰你们 大早上从那个茶叶店 弄了一批大红袍 新进过来 赶紧就给您拿回来 真好 喝喝喝喝 公司这么忙 还亲自跑回来 给我送茶叶 那下人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 得自己来 好 刚刚我看见你们 聊得不是很愉快 黎叔欺负您了 还不是因为 你那周易的事 好不容易给他 请了个世界顶级的大夫 让他给弄走了 我看他是不想 让他后马恢复 你说这个乔丽莎 想当董事长 别太着急了吧 不应该啊 那莎姐不是那样的人 再说周易是莎姐的妈妈呀 莎姐很关心她呀 您不是对周易 之后有看法吗 怎么突然间 比莎姐还关心她 有问题 怎么回事 有什么问题啊 你懂什么 他周彦丽算了什么 我是看她目前这个状态 同情而已 同情 就是喜欢的人 别撤了 这些人真是有辈而来啊 这些人真是有辈而来啊 这是件好事 对吧 说明咱们那个比赛 起点很高 希望这次比赛能够顺利进行 那必须啊 接 我会尽力的 谢谢你 天忆 太尽力了 你说你能力这么强 为什么宁可满世界乱跑 也不愿意回公司发展呢 像我们那年轻人 就喜欢在外面 自己的房屋 自己的地板 关键的是 从这个地级开始 就是我的一层一层一层 我亲手 我见到你 我的地板 我做准 有一天我一定会让我的公司 当然 跟周一一样 这个一手吧 九州澳洲能够 做到今天这个地步 太厉害了不起 全中国用货量那么旺吗 我再怎么做 我也就是老二 行了 你别谦虚了 没有没有 如果董事长 能看见你今天所做的 他一定后悔 没有早点把你清理公司 又来了吗 对 怎么样 周阿姨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你直接说吧 千万别跟我见面了 现在基本上都是 相当在处理 姐 有些话 我知道你都懂了 那我还是说一说 忍不住 生老病死 天灾人厚 没办法 你我左右不了 任何人都左右不了 但已经发生了 我们只能去面对 对吗 毕竟我们还好好地生活着 所以我们要珍惜 我们现在的生活来创造明天 是这样的 当然我知道我爸爸的这件事情 是有点 对不起 那 别跟他计较 董事长虽然不是我亲生母亲 但是他毕竟是我爸爸的妻子 对我又那么好 他现在变成这样 我心里能不难受吗 是医生对他的病情束手无策 可是他们竟然 竟然说我有意要拖延病情 为的是当这个董事长 自己问心不愧就完了 何必在意其他人说什么呢 你让他们说吧 让他们说吧 我信你 我们学学学的伙伴 最近跟周阿姨 有了那一点点的电话 我听他们说 二叔经常去看他 而且一待就是半天 他们俩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 可能是同病相怜吧 好像没那么强调 行啊 咱们都有多疑症 我有多疑症 乔总 有一份急进 需要您马上去处理一下 好 我这就去 那我先走了 这就该听你了 放心吧 注意身体 要休息 懂吗 录尔 好 这一份 现在已经手机出来了 包括比赛家比赛的人 已经有三十七人了 三十七 算多了 图纸贴出去了 贴出去了 漂亮 从明天开始 我们去小县站报名 改成网上报名 我特后悔 我为什么一开始 就没有在网上报名 你看看 门都快挤破了 真没想到 人哪有这么多 对啊 跟大家说一下 辛苦了 好的 这么犯 好 这个 就把什么켓 那么转 我初遇上 你看我的 Frankie 这就是手机 我后 eligible going 这是啰 Copper 可能要逛 打起oire 吃叉了 什么 刚才就回来 这个� powiedz roll be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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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爸 儿子 此时是不是特别想喝一个冰椰子 想 想吧 都说女儿是母亲的小棉楼 不要说儿子是父亲的清凉衣 正想着她呢 心有灵犀吧 特想喝这个吧 真好 公司没事啊 你们怎么回来了 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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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回来做您的清凉衣来了吗 谢谢 给我 我为这个回来的 这是什么 我拖了我的朋友 朋友拖了朋友 我拖了一堆的朋友 才找到了这个 最适合治您腿的药 针对我的腿 针对你的腿 再配合一些按摩 还有一些肤健的练习 这个腿一定能站起来的 相信我 儿子 这么多年了 多少名医给我治这条腿 都没治好呢 这么一个小小的药 更能治好 能 就算您不相信这个药 您相信我呀 您不相信我 您得相信这个腿 能够站起来对不对 是不是 乔总 乔总 为了您这条腿 真的是费尽了心思 所以您一定要相信她 好儿子 爸谢谢你 爸一定按时服药 争取让这条腿 早日站起来 真的啊 一定 一会儿就吃 喂 唐 那边怎么样了 安静 我这边都出发大菜了 我刚拿了一份新的资料 我打算明天去一次土地局 拿一下最终的规划图 不用 这儿有 真的假的 你怎么拿到的 这个呢 全部费工 行 我掌本去了 那我们明天报社见 拜拜 你好 盛平 老公 你这晚回来吃饭吗 我在外面有点事 我就不回去吃饭了 你们吃吧 那好吧 那你现在赶紧忙啊 等咱们孩子出生之后 你就别忙了 你就在家天天陪着我行不 行 我知道了 那你早点回来啊 好 拜拜 嘿 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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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怎么就突然间得了这个病呢 太强了吧 对于这份鉴定真的我们 不怀疑一下吗 就这么认了 怀疑 可是怀疑有什么办法 不光是医院 包括中外专家都已经出了诊断 是因为长期疲劳过度 精神压力太大造成的 我又有什么可质疑的 我有什么证据 那我们也不能坐到这儿 什么都不管 坐以待毙啊 好端端的一个女强人突然间变得 连一个小学生智力都不如的 这么所谓的什么老年痴呆凭什么 什么叫什么也不管 什么叫坐以待毙啊 我妈她现在都已经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对于她来说最大的安慰 就是多陪陪她 而不是在进入那些所谓莫需要的怀疑 这 这达了她的安宁你知道吗 我错了 对不起 我不说了你的意思 行了 你别说了 相当的事情你别告诉我爸 守着她操心 好 一定 我不看着她 那你别这样 我不看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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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着她 对不起 小姐姐 来 豆浆 来 油条 好嘞 好嘞 小伙子不能空服喝豆浆 这样啊 最对不好 姐姐 谢谢 我们家用客客好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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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乱走啊 晓风 喂 弄什么事啊 赶紧给大家送给一些快套 快点 春涛 几点了 我都等你一上午了 现在才八点半 你是想我昨天那盘菜了吧 快快趁上来 回来路上已经发给你了 真假的 这是谁啊 怎么那么严重 这人是明媒医院的院长陈静啊 你快看干吗呀 他就是开发商 陈静是开发商 你看这饭店啊 人均消费的五百元 他还开的那些红酒是一万啊 我就不信妈妈出门爆料我东西 你都问起来 老子就是我们家专属商 你都问起来 老子看那些 他买的那些文件 光那块手表啊 就得二十来万了 天哪 知道最近的不是什么吗 什么呀 这人街上全是现金 现金 说不凭数钱啊 都得数到手不收金 天哪 这也太土豪了吧 你说这事儿 要不是亲眼所见 谁信啊 但是土豪也不至于这样吧 那个是你要的规划兔 就挂在明媒医院的大厅墙上 我就拍下来 看来这个成绩 真的是开发项目 您好 你们是 这位是明媒医院的院长 陈静教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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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一下这份文件 只要您在上面签字 您的夫人就可以转到 我们明媒医院 所有的费用由我们承担 也许你们已经知道了 你们住的地方 不久想建成一个 高端医疗康复中心 这个地场项目 是由我来负责的 我答应给你们家 可以原地回钱 并且负担 你老伴所有的治疗 和康复费用 喂 什么 转院了 你看什么了 我看你在这 你知道我在看什么吗 不知道 喂 老大 刚才提到香蕾美主 他是不是又成了你的 新的嫌疑人 你不要老把嫌疑人 挂在嘴上 我求求你了 你又不是警察 你还真别说 我觉得我有当警察的潜质 虽然说我什么都没查出来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 像柯南俯身一样 我充满斗志 幼稚 柯南比不过你 是吗 我哪儿幼稚 我除了我长得爬爬的一点 我除了你长得以外 你生得都幼稚 香单你在干什么 哦 整理董事长的衣服 从哪儿拿来的 病房里拿来的 谁让你去的 医院通知的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医生呢 看你忙 所以 谁告诉你的